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躯竟然颤颤巍巍的站起了半边 而且还用闪动绿燕的双目目然的望违岩铁龙外的原鹰 这个时候海骨体内的黑丝赫然被吞噬了大半 只有一小部分呢还聚集在另外一条大腿处 继续勉强的抵挡着血丝的进攻 老者两元鹰一接触海骨的目光之后 均都不由自主的心中意涵 好 听不醒的 我们走 于行老者一咬牙 将背后的巨蝎法相一散 有些不甘心 这就对了 留着青山在咱们就不怕没柴烧 只要我等逃得性命还怕刺仇不能报吗 无行老者这个时候轻松了一口气 可就在这个时候 铁龙中的海骨硕大头颅一阵游动 发出了让人毛骨损人的吼叫声出来 那条大腿的再一晃过后 竟慢慢的要站直身子了 走 这一次 两个元鹰再也不敢在原地继续逗留了 当即是顿光一起 化为了两道青白长红 破空而去 只是一人十几个晃动 二者赫然就到了血湖的边缘处 接下来再催法诀 就要彻底的逃出此片西域 可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忽然 起点轰隆之声一响 一剑血侠竟丝毫征兆没有地浮现而出 滚滚地迎喉急舍而来 两名老者一惊啊 急忙把顿光一停再次献出了猿鹰之身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当即一个单手掐绝 背后呢 黑色的火鞋虚影再次浮现而出 这么一个呢 所以两口放出了一口青色小钟和一面白骨盾牌 血色光霞看似极远 可是一个模糊过后 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近前处 血光一脸 从中并排走出了五名一般无二的青年男子 啊血和无子 无形老者一惊师声叫出了对面五个人的名字出来 无畏道友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莫非说是一直在暗中跟着我等兄弟不成吗 你们这是想作收鱼人之力啊 余星老者原音 目中熏光一闪 阴沉的问道 那五名青年呢 神色木然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对面两个人说话一样 这让两个老者的均都是一乐 余星老者目中涌上了惊异之色 这才重新打亮了血和无子几眼 他终于发现了这五名青年呢 和以前的不同之处 此刻的血和无子 眼中竟然闪动着血红至极的光芒 同时呢 原本光子异常的肌肤 也比先前干瘪了几分 同时隐约散发出了一股 原先根本就没有的腐臭的气息出来 这让老者心念一转之后 立刻想到了什么 脸色立刻有些难看 余星老者这个时候 也发现了血和无子的鬼之处 他和余星老者打了一个眼色之后 两个原鹰身形一动 当即向两侧徐徐一刻而开 拉开了和血和无子之间的距离 两位要去什么地方啊 既然二道友肉身已失 不如就把这原鹰交出来 让本座直接吞噬掉吧 好来多增加两分神通 你们看如何呀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 忽然之间从高空中传出 接着血光一闪 血和无子是波动一起 光芒芒的血影一闪而现 哼 阁下好大的口气啊 你真的以为我兄弟只剩下原鹰 就可以随意的让你拿捏了吗 余星老者见此呢 怒急的回答道 光凭我一个人 可能有些利索不及 但是现在多了五句血魁蕾的话 谢谢你们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血影说完了 发出了一阵阴森森的笑容出来 他再也不多说 单手一掐绝 四面八方的虚空当中 喉咙之声一响 无数团血云 和人之间丝毫征兆没有的 横滚浮现了 正好将两个原鹰 连同血影 血和无子等人 全都围困在了同一处了 紧接着神秘的血影 一阵得意的大笑 身形一扑 就化为力道血红去飞蛇而来 血和无子无人呢 则是身形一动 各自无声无息的 放出了十几丈的剑光 催动飞舞之下 也气势汹汹的 奔两名原鹰一卷而来 两名老者原鹰见此 虽然说惊怒交加的 也同样催动神通宝物 加以抵挡 可转瞬之间呢 就落了下风 眼中 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 绝望的神色 拾起了肉身的他们 绝对不可能坚持太久的 那被擒线 恐怕也只是 转瞬之间的事情了呀 而结果呢 也最终像他们预料的那一般 一顿饭的功夫过后 血色人影把玩着手中 新的树剑宝物的时候 脸上尽是满意的表情 体调散发的血色光辖赫然比先前呢 又是浓厚了几分了 闻了一声贵吼 从泄湖中心处隐隐隐喻喻地传了出来 泄煞师 想不到啊 无心插柳柳成音 原本呢 只想得到天顶真人的衣钵 没有想到却找到了谢煞师 还是大成中强者的尸骨变化而成的煞师 只要将煞师重新激励一番 无论抵挡天节 还是以后对敌 那可都是妙不可言呢 血影欣喜自语几句之后 又望了望远处聚后传来的方向 目中争灵之色一现 将手中的宝物一收而起 他大袖在一抖 体表的血光狂涌而现 当即呢 将其连同血和无子 全都一下卷入其中 并化为了滚滚霞光直奔血湖中心处 飞了过去 此时啊 巨大的铁笼中 那具天污骸骨所画的血煞师 已经将体内的黑丝 彻底吞噬干净了 庞大的身躯终于在晃动中 一下子就站立了起来 望向远处滚滚而来的血侠 煞师口中的吼叫之声再次发出 目中凶风一闪过后 就同样的飞出了铁笼 直被远处滚滚血光迎了过去 天鹤之后在血湖上空 轰鸣之声大响了 爆裂之声是连绵不绝 终于修好了 应该可以支撑两三次的传送 杭力望的眼前焕然一新的小型法阵 脸上流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经过了半语的时间 他不但用自带的材料将此法阵修复 甚至于呢 还略微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 但是丝毫不影响其传送的效果的 当杭力单手掐着一点 既然法阵非常顺利的激发而起 并开始传出了嗡嗡嗡的声音过后 当即不再迟疑 一个大步迈入其中 白色光下一剪过后 整个人就在法阵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下一刻 当杭力重新睁开了双目的时候 赫然就到了一个黑幽幽的空间当中 这里是 杭力目中蓝芒一闪 那陵墓之力一开 就将此周一切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 只见此刻他身处一个 类似丘陵一般的小山头之上 附近呢 有几颗十来站高的巨松 足下是另外一座不大的传颂法阵 再远一些的地方呢 则是山峰蝶鸾 翠木长片 竟然仿佛身处连绵群山中 杭力待了天客 忽然轻笑一声 好久一抖 一口青色飞剑 从中一飞而出 迎风一晃过后 默然之间就晃化成了 百余杖的晴天巨刃 并放出了刺目的清光 在高空盘旋飞舞了起来 斩 含了一声低喝 当即 巨战是一声长鸣啊 一个模糊过后 默然之间向四面八方 各展出了一道 千余杖长的剑光 清蒙蒙的剑光 所过之处 幽黑的虚空 全都背着一点而开 通明大亮 那些远处的连绵山峰的画面 救人之间一着扭曲 一下子晃化成了十几丈高的 洁白的石墙 从四面八方 将整座小山连同近些的一些树木 全都围了个水泻不通 它所处的地方竟仿佛是一座 巨型的庭院 汉利山姆维咪 重新打亮了一番很远处的白色的石墙之后 脸上染过丽丝异样的表情 并忽然一回头 从山头之上某个巨兽淡淡的说理句 抱有已经躲藏了这么长的时间 是不是也该出来见见汉某了 还是阁下打算让我亲自出手 把你请出来呢 道有早就发现窃身了 巨树后淡淡的拨动一起 一个悦耳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人影一晃 一名身穿黄袍的娇艳女子 就从树后转了出来 但是一脸戒备之色 望向了汉利 汉利一看到 那女子几乎和血魄一般无耳的容颜 当即微微一笑 但神念一扫过其身躯后 脸上又浮现出了一丝 异样的表情出来了 听破道友吧 没有想到刚一进入这里 就能立刻见到仙子 而且道友还已经进阶大警戒了 汉利一时不慌不忙 眼前和血魄一般无二的女子 赫然也散发着大成器的灵压 不过似乎财进阶没有几年 气息呢 还有一些微微不稳 阁下如何认得切身 我和道友是第一次见面吧 黄袍女子一经 并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 却异常谨慎地反问道 虽然说同为大成修士 此女却自知自己大成修为还未稳固 还没有办法同其同阶存在可比 而且身处天顶宫密地这种地方 心中自然越发地小心了 但我不用担心 我是你血灵化身请来的帮手 也是人足修士 至于说如何认得仙子 自然是因为此物的感应了 杭律淡淡说完之后 单手虚空一端 手中当即就出现了一个 闪动着淡淡血光的晶云小瓶 并直接冲女子一抛而去 哦 韩道友是人足大成 还有我那具血灵化身的精血在身 怪不得刚才一见韩凶 就隐隐地感应到 道友身上有某种 我异常熟悉的东西呢 黄袍女子 也就是冰魄仙子 一接过小瓶在乐意检查过后 他终于变得惊喜交加 道友就这样一直困在此地吗 这么多年没有想过离开之策 杭律却趁这个机会呢 再往四周打量了一遍 若有所思地问 哎 血神怎么可能没有想过脱身之策呀 但是此地却是天顶宫的中书所在 是一个被天顶真人耗费了弱大心血 创立的独立空间 除了道友所用的这个传送法阵之外 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道友可以进出此空间的工具 而当年血神和几位道友闯进来的时候 其他道友呢 全都陨落而亡 并且外面法阵也意外的一同毁掉了 血神当时啊 是修为也不高 也只能被困此地束手无策 好在啊 我倒是在此得到了天顶真人的一些衣钵功法 再加上这些年来啊 一直专心苦修 终于在几年前侥幸进阶到了大城境界 哦对了 我的血灵化身 现在在何处啊 自从韩道友传送进来后 我似乎模糊地感应到 他也应该在天顶宫中才是 兵破叹息了一声 这才解释道 能让道友这般短的时间 则进阶大城 可见天顶真人的衣钵 还真的是有些不同凡响 不愧为当年非生仙界之人啊 至于血魄道友 现在应该还在外围其余 继续寻找道友的 幸亏道友当年留下了此后手啊 否则在下纵然说有相助之心 恐怕也无能为力啊 也真的难为血魄了 但是他能够请到韩道友这等 足中大能之势相助 也是大大出乎了我的预料之外 原本的血魄把他留在外边 是想让他去寻找 以前相交的几名异族好友来救助 兵破奄然一笑 可能血魄觉得请我出手 更有几分把握吧 韩丽摸了摸下巴也笑道 以道友的大成身份 血魄如此想倒也是正常的事情 血魄当年离开人族的时候 足中似乎还只有傲笑和墨点离两位大成前辈 韩兄应该也是进阶大成不久吧 另外足中的一些出名的合体道友 我当年呢也认识一些 韩兄的面孔可着实有几分陌生 莫非是足中一直隐匿的苦修之事吗 兵破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上现出了一丝疑惑的表情出来 韩某的确是进阶大成 没有多少年呢 至于说仙子觉得在下陌生 也是不奇怪的事情 因为在下和仙子都来自同一处人界 并且呢是在仙子失踪后 才飞升到灵界的 说起来嘛 在下和仙子还是颇有一些渊源的 当年我曾经进入虚天宫 并得到了仙子 遗留虚天顶和其他的一些好处 韩某似笑飞笑 什么 你得到了我遗留在人家的虚天顶 在窃身失踪后 才飞升的话 韩兄岂不是从化神修炼到大成境界 只用了数千年吗 兵破仙子听完了韩某的话 美目一下子瞪大了几分 彻底的惊呆了 这也难怪啊 以行力逆天的进阶的速度 恐怕当年飞升仙界的天顶真人见了 也会目瞪口呆起来 在下也是有些机缘 才能进阶如此之快 倒是幸亏在下当年得到了西天顶 要是没有此物啊 我和血魄进入天顶宫 恐怕还真的要多费一番手脚的 另外这次进入天顶宫的大成 可并不止我一人 我二人还是早早离开此地吧 外面那座法阵虽然说被我动了一些手脚 也不能保证不被后来知人发现 兵破道友要是还有什么不解之事 星科等出去之后和血魄一见 自然就全一切二处了 寒历抬手看了看天空之后 忽然神色一正地说道 现在就走 大大出乎寒历的预料 兵破仙子文言 却流露出了一丝迟疑之色出来 怎么 倒有在此地 还有什么未了的事情吗 寒历是何等之人呢 心念飞快的一转之后 就有一分了然了 寒凶既然也是同族大成 并且和解身的还有几分渊源 小妹也就不再隐瞒什么了 我当初虽然发现天顶真人的阴博功法所在 并取出了不少的宝物 但还是有最重要的一处藏宝地 一直没有办法打开 天顶真人遗留数件重宝 还一直留在那里 没有办法取出 这几件宝物 因为和天顶真人功法相辅相成 所以对切身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呀 兵破仙子犹豫了一下之后 还是一咬牙如实相告 虽然说这等事情 自然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 但现在真要离开的话 这些宝物自然更是无望了呀 与之后期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纠千传》 第1573回 《还人纠千传》